倒计时 最后一分钟营救 作为经典的电影叙事手法 在救援题材影片 灾难片中被广泛应用 今年国庆档影片《万里归途》 《平凡英雄》 搜救 以及此前的《拆弹专家2》 紧急救援都采用了这类手法 巧用时间概念 让情节扣人心弦 你弟弟是七点半手的手 他的截闭手术 必须在凌晨三点之前完成 男孩失踪到现在 已经15个小时了 落落 没时间了 在这类极限救援 关乎生死的故事中 时间成为加强紧张感的重要因素 给主人公设置倒计时 更是提升故事节奏 推动人物行动力的有效方式 电影《平凡英雄》中 时间的运用十分突出 在八小时的转运平安完成后 断臂男孩仍面临手臂坏死的风险 孩子现在生命体征不稳 如果再不放弃保持手术 人就抢不回来了 再给我两分钟 但主刀医生顶住压力 继续进行续接手术 最终力挽狂岸 从八小时到两分钟 《平凡英雄》的叙事 可谓紧张不断 稳抓观众情绪 其实像这样用来 营造时间紧张感的 电影叙事手法 自电影诞生以来 就被广泛应用 最早可追溯于 格里菲斯导演的电影 《一个国家的诞生》 和党同伐异 名为《最后一分钟营救》 只在最后一分钟 千军一发的时刻 成功营救 化解危机 以国产片为例 在单一场面里 最常见的就是伐场救人 电影《九品芝麻关》 便有这样的运用 百年来 最后一分钟营救 被大量电影所运用演变 达到极其紧张和刺激的效果 在动作片里最常见 动作高手总在最后一刻 挺身而出 成功拯救受难者 快点救他 小心 同样 拯救小孩的情节 在怒火中案中也有展现 拆弹类的情节中 最后一分钟的营救 更是必不可少 拆弹专家二里 刘青云在最后五秒 成功解锁 化险为夷 在烈火英雄 紧急救援 风暴等救援题材电影里 主人公往往置于死地而后生 在最后时刻脱离危险 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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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队要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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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是你吗 高仙 我是高仙 我是高仙 最后一分钟营救 扣人心弦 电影叙事中的时间倒序手法 效果同样震撼 电影《革命者》 以李大钊被执行 绞刑前的38小时为起点 从一开始就告知观众 主人公确定死亡 然后穿插闪回 插序等方式 呈现李大钊波澜壮阔的一生 我 我愿意去直面黑暗 因为我相信 总有一天 阳光会普照整片中国大地 同样采用类似手法的 还有记录电影《人间事》 两位身患绝症的病人 一开场就设定了离世倒计时 从死亡回头看生命的逐渐逝去 虽然没有未知的悬念 却是影片全程充满张力 令人揪心 只要他有一口气泡 我说就不会放弃 那时候就要人坚持 人间被换个星宿 好 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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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是一种时间空间高度自由化的艺术 它摆脱了现实的束缚 创作者巧用时间概念 往往能够让影像画面 在空间和时间的轴线上 构造出我们想象中的世界 我会想象中的观念 经营 2018年